美国国务卿克里指出,谈判正在取得进展,但是仍然需要谨慎 我们不会仓促行事,这是一个持续了两年半甚至更长的过程 但我们认识到现在必须做出重大决策了 而决策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容易些 这是做出艰难决定的时刻,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协议 几个小时之后,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我们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,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如果我们要看到进展现在就是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决定的时候了 对伊朗来说尤其如此 当谈判各方笼统地讨论会谈情况的时候,伊朗考虑的是具体问题 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尔说,如果达成协议,必须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他指出,共和党主导的美国国会的分歧是达成协议的绊脚石 与此同时,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考课重申 美国国会应当审重地考虑可能达成的协议 奥巴马总统指出,同伊朗谈判达成协议是最好的结果 但中情局局长布伦南认为,如果达不成协议,也有其他的选项 他警告说,如果伊朗制造核武器,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并承担严重的后果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,华盛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